何超连和窦霄的婚礼可谓是成为全网热搜 几乎各大媒体的头版都是关于窦霄和何超连的婚礼相关内容 据悉 这场婚礼也受到了印尼巴厘岛当地政府的重视 更是增拍警力来维护这场婚礼的秩序 同时 何超连和窦霄的伴手礼也随之曝光了 更是有着超好的寓意 里面包括护肤品和香水以及巧克力等等 同时还有特意定制的眼罩 拖鞋等等 可以说想得十分周到 并且相当的贴心 网友们都表示 这将是一场世纪婚礼 有位入住巴厘岛某酒店的客人爆料 赌王女儿何超连和窦霄目前已到巴厘岛 正经迷落骨地筹备着花费5000万举办的盛世婚礼 不光晒出了婚礼喜堂 还拍到了即将搭建成型 绿野宣宗般婚礼现场的样子 据之为网友拍摄的画面透露 窦霄当日脚佳人字拖 身穿着普通黑色T恤和中裤 或许是因为天气炎热的原因 朴素的外表与平日镜头下盛装出席的她 简直判若两人 低调地和工人们融入在了一起 顶着烈日在室外精心地布置着婚礼现场 看到这 让不少网友觉得何超连嫁对了人 窦霄如此无微不至地细心筹备 体现了对何超连无比的宠爱 网友们不由地也纷纷为他们送上祝福 一直被外界称为软饭难逗销 每结婚前就各种撒甜蜜 每次出行都是手拉手 别看现在两人是真心诚意地走在一起 其实是经历过各种豪门考验才修成正果 两人四年的爱情赛跑 在这场巴厘岛耗费5000万去资的豪门婚礼下 即将拉开了新的篇章 这中间不乏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为赌王何鸿燊的女儿 被称为全球最漂亮千金的何超连 不仅获得了全网的祝福 这场婚礼也将会让她风光无限 相比窦霄出生普通 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 为了报考电影学院 16岁时自己就开始一天打三份工来赚钱 经历种种困难险阻 直到2010年 幸运遇到张艺谋的提拔 才成功踏入影视圈 豆霄从小的跌爬滚打 养成了优良的独立打拼精神 对任何事都认真负责 面对爱人永远保持微笑 充满人格魅力的豆霄 正因为这份成熟与高情商 才是深深吸引了何超连的原因 虽然两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 外界看似两人结合 卑微了何超连 但何超连自己认为 豆霄才是自己最适合的人 看得到的付出永远是最真实的 婚姻亦如此 钱可以以后努力赚 但真心是最可贵的 这场婚礼盛宴 除了赌王家族的出席 两人还邀请了数百位名人与明星好友 出人婚礼的伴娘友 邓紫棋 蔡卓妍 钟星彤 薛凯奇等 还为所有宾客安排了巴厘岛三日游 可以说两人为了这场世纪浪漫婚礼 可是特别用心的了 可是就在于晴原以为 这是一场完美无比的婚礼时 却出现了一点变故 就是赌王三房所有人 都不会出席何超连和豆霄的婚礼 不少网友们都质疑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赌王三房不喜欢豆霄 看来豆霄是没有得到 赌王三太陈婉华的认可啊 要知道在赌王家族之中 三房的势力是最弱的 儿子何由起也是没能够取到富家千金 如果取到富家千金 那么三房的势力可能就是会大增的 所以当年陈婉华就将希望 寄托在自己的大女儿何超云身上 不断地给她介绍富豪富商 哪怕是年龄不符合 三太陈婉华也是极力维护 但是最终何超云还是没能够嫁入豪门 没能够强强联合 不过如今的何超云是嫁给了一名消防员 两个人并且已经结婚了 不少媒体都表示 何超云开始和消防员男友交往 是为了反驳母亲 但是后来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 所以就走到了婚姻殿堂 如今何超云的消防员老公也是一个小铃党 并且也不用从事危险工作 而是在消防队里面从事文职工作 所以赌王三房变强的最后希望 就只能够寄托在何超莲的身上 虽然何超莲将自己经营得有声有色 但是却找了演员窦霄 要知道窦霄虽然赚得还可以 但是与赌王家族相比 与豪门相比简直就是贫困人家 更重要的是 窦霄原本就是一名理发师出身 知怎么能够入得了三太陈婉华的法眼呢 不过何超莲和窦霄对外宣称 自己不想亲人们太过于操劳 所以没有邀请家里人 到时候会和窦霄一起回香港和亲人们相聚 这样的说辞和解释 未免太过于牵强 想必相信的人也是少数 所以目前赌王三太陈婉珍的三个子女 都是长了普通的人 三方想要再一次崛起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网友们都猜测 陈婉珍应该是对何超莲的婚礼十分不满意 毕竟这是他翻身的最佳机会 可是都破灭了 所以干脆不参加何超莲窦霄的婚礼 要知道 前段时间香港富豪排行榜单里 赌王家族的人都是进入前列 而三方陈婉珍连百名都没有进去 着实实实力相差甚远 希望接下来窦霄能够用实际行动 来征服自己的张母娘们 也希望窦霄何超莲能够真正的幸福 早生贵子 回到正题 都说到这儿了 大家一定会好奇赌王千金的情史吧 还有她和明星斗霄是怎么走到一块的 那么接下来和于晴一起来看看吧 何超莲十七岁 谈过一段纯纯的校园恋爱 这段恋爱是她的初恋 也是伤她最深的一段恋情 在这一年 何超莲已经出落的是婷婷玉丽了 她认识了在英国上学的一个同学 徐玉衡 徐玉衡长相帅气 这让情窦初开的何超莲 打心里喜欢上了这个男孩 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后 何超莲更是在宴会上向赌王父亲 介绍自己的男朋友 言语之间满是称赞 但是 就是这么一对外人看好的金童玉女 在2009年却突然分手了 分手原因不详 但是分手之后 何超莲曾非常伤心 甚至被媒体拍到从英国回到香港治疗情商 由此可见 两人的感情出了严重问题 而南方的问题可能是分手的导火索 最终 徐玉衡也没能成功入豪门 何超莲也为这段恋情曾伤心欲绝 何超莲第二任男友 酷似山下酒制 情商高 但父母不满意 俗话说 想要忘记旧爱 最好的方式就是快速开展另一段新的恋情 何超莲选择了这种方式 2009年 何超莲被媒体曝光了和Jeremy的恋情 期间还被拍到一起到澳门日本旅游 畜商入队 十分恩爱甜蜜 但是南方的口碑并不好 被媒体声挖是花花光子 划遍新闻不断 但是 何超莲当时已经爱到对方无法自拔 有些恋爱脑的他选择了无条件信任 但是这一次赌王和妻子陈婉珍 并不是太满意何超莲这个男友 但是深陷感情漩涡 并不是想抽身离去就可以的 何超莲只能和男友谈起了地下恋 但是没有父母祝福支持的恋爱 最终还是没撑多久 就分道扬镳了 第三任男友吴克群 让自己爱得很卑微 何超莲的感情之路 真的是特别的不顺 第三任男友遇到了当时名气正盛的吴克群 当时何超莲在香港 为了见到吴克群 经常一个飞滴 跑到台湾去找他 虽是赌王千金 但是何超莲却没有任何公主病 他主动为男友节省开支 两人一起去吃卤肉饭 一起逛地摊夜市 但是这种付出 却并没有换来对方的回应 所以最终这段四年的恋情 走向了分道扬镳的局面 何超莲对每一段感情都非常认真 但是却被每一段恋情伤得遍体鳞伤 正是落花有意随水流 流水无情 恋落花 第四任男友窦骁 才是让何超莲最爱的人 对比以上三位男友 窦骁无论是颜值还是情商 都能吊打以上三位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真的很爱何超莲 两人相识于2019年3月的 一场时装品牌的活动上 期间两人互有好感 并且留了联系方式 一个月后被媒体拍到 窦骁和朋友与何超莲在一起吃饭 期间窦骁和何超莲有说有笑 关系十分亲密 吃完饭后 两人同回酒店 在电梯间热吻 至此两人谈恋爱的消息被曝光 窦骁敢作敢当 没有向某些人隐瞒关系 直接公布了与何超莲的恋情 要知道 当时的窦骁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女性粉丝更是不计其数 这样的行为很可能导致他事业受创 粉丝大幅度下滑 但是他却并没有害怕这些影响 反而是和何超莲大胆秀恩爱 而何超莲也十分深爱窦骁 甚至为了他改变了自己 连最爱的咖啡色头发都染成了黑色 只因窦骁曾说过 自己特别喜欢女生黑长发的样子 只要窦骁在剧组 何超莲都会去探他的班陪着他 而窦骁在见过了何超莲的父母以后 也是受到了一致好评 尤其是陈婉珍对这个未来女婿很是满意 2020年5月26日 何超莲的父亲去世 窦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参加了赌王的葬礼 足以见他在何超莲心中的分量 窦骁对何超莲十分爱护 甚至微博里除了自己电影的宣传 几乎都是和何超莲的自拍 窦骁情商非常高 他知道女孩子最需要什么 他会经常制造惊喜浪漫宠着何超莲 偶尔简单的一句话 就能让何超莲无比幸福 两人无惧分手传闻 一直深爱着对方 何超莲遇到窦骁后也变得温柔体贴了很多 遇见这种高质量男友 我想很难不爱吧 而对比前三任 才明白窦骁颜值情商应该排第一 而近日港媒爆料 两人将在四月在巴厘岛举行盛大的婚礼 也算是为这四年感情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序号 何超莲前半生都在为情所困 如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也算是幸运的 至于男方是不是坠入豪门 是否高攀 在两人真实的感情面前 我想都不值得一提